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Hustler Casino Live官方中文解说乔治给大家带来的 Hustler百万美金局精彩手牌极紧 让我们用掌声欢迎那个男人 27欧炸虎的开山鼻祖 两次打破highstay poker造成记录的那个男人 空气打三枪的第一个始作俑者 Tom DeWant 以及他的对手是南加州排名第三的poker教练斯里卫 以及在Hustler Casino Live game中 用勾九杂色成功操作掉KK的诈谱专家 以及深仇的忠实实用者 Wesley 那我们看看这一手牌 两人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容 可以让这一手牌的集锦成为他们的个人秀 这里在8堂位置 Wesley拿到了一手AK杂色 对前卫拉斯哥的Open 做了一个标准的300到了3万 这里Tom DeWant在枪口位 那这枪口位 Tom DeWant的牌 还不知道啊 但是看他这个思索的想法 可能是要打出一些操作的 但我们不知道他的牌力是什么 而且如果他打出操作 就是一个Limp Race的牌力了 那Limp Race的牌力 在Tom DeWant的手中 会是什么样的牌呢 这里已知 在Wesley阻拦了A 阻拦了K的情况下 会是一些口袋队吗 会是一些 可能存在的 不如AK的这样 A圈或者说和AK一样的 AK这样的牌吗 这里已知 A很少了 Tom DeWant这里的牌 倾向于是口袋队啊 这里再清点 Tom DeWant的后手 Tom DeWant的后手 140万 这里Wesley是280万的后手 目前底持是14万2000 双方后手都非常非常的深 恰恰是这种深仇 是Wesley在Hustler打牌 可能最喜欢的领域之一 同时 Tom DeWant在Hustler Poker这个节目上 包括之前来Hustler Game上 也是一个喜欢带深仇专家 这里Wesley 打出了一个5B 这里4B 到了10万以后 Wesley打出了5B 是27万5000 那Tom DeWant还是要再支付 17万5000 去看翻牌 在不利位置上 对手装位能3B 自己Limp4B 对手5B 这里 对手展示的牌力 就是AK家的牌力 在翻前 但是 我觉得Tom DeWant这时候 可能会在思索一个问题 如果对手这里是一手AK 会真的需要在有力位置上 去再如此激进的 做出一个5B 就诚然这里确实 Wesley是可以拿所有的AAKK 去做这样的操作的 但是Tom DeWant可能会在想 如果对手不是AAKK 或者说即使是AAKK 为什么要在有力的位置上 对自己再去做一个5BAT的操作 而且Tom DeWant自己本身 他的打牌风格影响了那么多代人的情况下 自己也是一个比较喜欢做操作的人 我现在感觉Tom DeWant这手牌 倾向于手里的牌 应该是勾勾左右的牌力 实时勾勾圈圈 可以支持做Limp4B的牌力 那这里Tom DeWant我觉得应该会 是Tom DeWant这里还是跟住了下来 那我们就先假设Tom DeWant这手牌 是一手口袋队好了 那看翻牌 翻牌先来三张 翻牌838非常非常干净的面 面上有一个潜在的方片听牌 但是如果在这样一个5B56万2000的底池里面 对手是方片听牌的话 那他只能是AKA圈方片听牌 这里Tom DeWant前卫过牌 把主动权交给Wesley 一个56万的底池 这里Tom DeWant后手只有130万了 也就是说这里如果Tom DeWant在转牌 看不到帽子或者说 如果Tom DeWant自己这里也是一手AK 那这里其实是有可能被Wesley直接打飞的 但如果Tom DeWant是一手手里队的话 那这个牌面没有比实时勾勾可能更想看到的牌面了 毕竟对于实时勾勾圈圈这样的牌而言 在这种面上他输的牌非常的少 故事是很极限的 而且Tom DeWant的后手应该是只能支持有一到两枪的价值 也就是说这手牌极有可能在合牌 双方会打光 至少在Tom DeWant的视角里面可能是这个样子 至于Wesley到底要不要用AK去绝命三枪 一切还未曾可知 但是他的对手是曾经用27欧 在面对3V的A9两队的时候打出合牌 三倍超齿all-in的Tom DeWant 这会不会是命运的捉弄 又会是场景的返还 第一枪来了 十二万五千 在一个五十六万的底池里面打了一个 甚至连三分之一都不到的下注 对手翻牌轻 自己的超队应该是要至少跟住第一枪的吧 这里超队可能Tom DeWant也在想 他们等会也在想说 这里对手真的是AKK吗 就是如果自己是AKK的话 会不会在有力的位置打出一个三分之一都不到的下注 然后去尝试让自己的比AKK要小的口袋队来进行支付价值呢 要不要在这个地方做Race 这里Tom DeWant想了一会儿 还是选择的进行一个跟住在前不立位置的防守啊 其实我觉得Tom DeWant这个牌 可能在前卫这样去思考的时候 他就应该是在想说自己要不要去做去做Race了 但问题就是这个底池已经过于膨胀了 这个底池已经在一枪之后变成了一个八十万底池 似乎是不太合理转排一张红桃五对排面几乎没有任何的影响 这里八十万的底池 看Wesley 第二枪是多少 依旧是一个三分之一的下注 那这里如果是两枪三分之一的下注的话 对于Tom DeWant而言 这个底池和后手的比例已经不到一比一了 自己的超队能否排吗 对手的AAKK圈圈 打那么小 我觉得以Tom的视角可能在这里会觉得对手 像是在Target自己手里的这种口袋队 或者去给自己的口袋队施压 就是对手表现的排力反正是非常两极化的 要么就是AI 要么就是比例大 从翻牌前是如此 从翻牌是如此到转牌依然是如此 没有任何的变化 要不要在这里做出加注 或者在这里做出all in的动作 我觉得Tom DeWant应该是在想这样一件事情 因为试想一下 如果这里自己在转牌依旧没有任何行动 合牌一旦发出一张帽子 当然我不知道这张帽子会是什么 可能对于Tom DeWant而言K是帽子 圈是帽子 A也是帽子 那自己到底还要不要去支付呢 还要不要再去相信对手的故事呢 翻牌三分之一不到的下注 转牌三分之一左右的下注 这里Tom DeWant还是去跟住了 那后手只有70万了 这个底池已经到了一个150万的底池 即将要打破历史以来 Live Poster Game中最大的底池记录了吗 合牌一张没有任何关系的 草花6所有的前门听花的牌都没有到 也不可能有任何的这种79 47这种牌在一个5B底池之中 Tom DeWant依旧是前卫过牌 这里Wesley顺势all in 底池来到了230万 Tom DeWant一旦选择跟住 将变成一个300万的底池 哦 这里Tom DeWant 我觉得这里Tom DeWant在转牌跟住的时候 自己有没有想 他们都拿了瓶水 喝口水先缓一缓缓一缓 毕竟这个底池可不是开玩笑的 这可是一个300万的底池啊 当年成刀仔用20块赢到了 2000万 今天我Wesley 能不能够在Tom DeWant面前 在这个空气炸虎 开三枪的鼻祖面前 偷下这个300万的底池 成败就在今朝 俗话说一场好的牌 就要需要好的对手啊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好的对局中间的好的对手 这Tom应该也笑了 啥情况呢 对手合牌的Shuff 表现出来的牌力 依旧如此 依旧和翻前一样 整个故事非常连贯 整个故事非常透彻 对手A嗨或者AA和KK 自己的实时勾勾勾全权要不要去 跟住这个70万来看这个300万的底池 需要多少的胜率 补70万看300万 一个接近于1比5的状态 想象一下对手的AK组合有多少种 对手的AK杂色和AK同色组合加起来是P44加P44 从数学逻辑角度上而分析 TOM这边的胜率在边缘 对手AAKK的组合一定是少于AK的组合的 这是毫无疑问的 曾几何时 TOM都能想到自己会坐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 面对对手的炸虎三枪合牌Shuff 迎来自己人生的Live Poster Game中最大的底池吗 Wesley这手牌 有点雪中汗刀型的感觉了 一剑开天门 剑到万古如长夜 天不生我私里位 我的剑下臂展 有名之辈 你就是27欧炸虎的开山鼻祖 你就是影响我们的一代人打牌风格的 那个传奇人物是吧 今天晚辈特来领教 我觉得TOM这里就是大手队啊 这里他就在想Wesley是不是AKK啊 因为其实对于Wesley而言 我觉得他的AKK和AK 如果你要去平衡你自己AK的炸虎范围的话 这里打出来的尺度应该是一模一样 就是你和海AK肯定没有任何弹牌价值 你在翻前在有力位置做出的舞弊 你的牌力是对对手的范围应该是有一定的Vantage的 就硬要说如果这里真的是谁有疤的话 这里TOM是一手圈圈啊 对手我们接着分析这个问题 对手这里TOM靠下了这个底池 用圈圈收下了一个310万的直播扑克桌最大底池 确实圈圈也已经是在枪口位这里比较顶端的牌力了 就是这里如果我们一定要说谁有疤的话 其实是Wesley在bottom位置最有疤 这里Airball也拍拍Wesley肩膀说打得不错 这手牌真的 我觉得不管我们上离视角看到了Wesley是一手AK 然后我们包括前面的一路的新Reacher上 我们也不知道TOM的手牌是什么样的牌 这里1010或者勾勾我觉得是真的有可能被打掉的 因为圈圈在这种情况下只输对手的AAKK 那如果你是1010勾勾还输对手更多的超队组合 但这手牌Wesley通过三枪可能一定要吹毛求疵的话 就是说在前两枪的下注都有一点过于的小了 都是打了三分之一吧 倾向于价值 但其实在这种这么干燥的面上你如果真的是AKK你去打中注 也是很难找到对手的支付的 就是你AKK在这里 其实如果大家去跑SOVER的话 一定也会全范围的建议大家在这里去下一个小注 只有什么样的牌可能会在转牌接着去打得很重 我觉得唯一的组合更像是AK方片这样的牌 就是用听牌这样的组合去做一个Simi Bluff 但如果自己不阻拦对手的听话范围 那当然这里已经有一张方片A了 去打中注完全没有问题 这个直播桌 直播历史上最大的底持 310万被汤姆德文收入囊中 同时这里还有战力游戏 当然虽然我觉得这个战力游戏已经无关紧要了 但这手牌就很多人在想说啊 这个牌看上去很简单就去靠 其实真的不是 对手在5B的底持里面展示出来的牌力 其实汤姆是唯一只赢这种AK这样的牌的 对手有AA有KK的 自己枪口位做出的Limp4B队呢 对手还能在Button位做出5B 这是什么样的牌力啊 这手牌 只能说毕竟我是王先知 陆地神仙 你斯里卫还奇差一招 但真的这手牌 我觉得教练打得非常精彩 打得非常不错 能够在这么大的Banker的压力上 依旧打出这种绝命三枪的All-in bluff 去推对手 绝对是精彩 也绝对是有胆量 有勇气的 我觉得我们应该也要给Wesley 足够的掌声和尊重 那这手牌 长达16分钟的一手对抗 就在汤姆德文收下直播桌最大的310万的底池之中结束了 那后续我们还会有更多精彩的game 精彩的手牌对抗 大家依旧要关注Hustle CasinoLight官方中文的盛夏节目 各位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